一说起杨幂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了 她几乎霸占着娱乐圈一大半的资源 对于杨幂来说更像是传奇般的人物 杨幂从来不会缺少话题 网友们说起她永远都是新鲜感十足的 她在娱乐圈中也已经有十几年了 她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这些都离不开她的努力 出道至今 她给大家带来了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 是人们心目中的女神 在2001年 她就凭借穿越剧《公所心域》 一夜爆红 成为了许多人的偶像 杨幂其实也是童星出身 她四岁时就出演《唐明皇》中的《嫌疑公主》 而且在很小的时候 杨幂就参演了儿童影视表演培训班 可以说很早就接触了娱乐圈中的一些事情 2006年是她第一次出演电影 在《神雕侠侣》中饰演的郭湘 给人留下了很大的印象 杨幂自从出道以来 观众缘是相当的不错 所出演的影视剧收视率也都很高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收视女王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她没有成名的时候 她也出演过不少不起眼的角色 正是因为有些不起眼的角色 锻炼了她的演技 使她经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一直学习 直到走向了事业的成功 如今杨幂已经成长为圈内的流量女王了 相信了解大秘密的人都知道 在日常生活中 她是非常低调的 无论面对什么事情 始终怀着一个谦逊的态度 积极认真地对待每一部作品 从而每次亮相的时候 带给人一种闷声干大事的感觉 由此得到许多粉丝的喜欢 不过相比事业 杨幂与刘凯威的感情 也一直是网友关注的焦点 当初二人公布恋情的时候 就一度被称为圈内颜值最高的情侣 当年的她与刘凯威是英系生情 婚后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小糯米 但是这段婚姻持续了仅仅四年的时间 就宣告结束 让人唏嘘不已 自从离婚之后 杨幂把重心放在了工作上 原本就事业心比较强 如今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而且还开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培养了许多有名的明星 比如迪丽热巴 张冰冰等著名艺人 在事业上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众所周知 大秘密不仅颜值高 而且身材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她身体的其他部位 一直以来也是备受热议 虽说她那双好似筷子的大长腿 相当好看 但臀部却争议满满 在一次颁奖典礼上 杨幂就身穿一袭紧身的连衣裙 当时镜头扫过杨幂后背的时候 不少网友都注意到了杨幂的臀部 好像棱角分明 网友们仔细一看 原来是杨幂在自己的臀部做了手脚 毕竟从她平日的一些机场照片不难看出 杨幂的身材虽说很好 但臀部却是扁平的 可每次到了拍礼服照和上红毯时 她的臀部就变得非常的翘 而这也就不免让大众质疑杨幂 是否真的垫了假屁垫 不过 如果没有了这个假屁垫 其实杨幂的身材也真的是很棒的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